建于欧洲正在上演精彩的历史片段和历史时刻 也就是说历史drama 历史剧 布什执政的头18个月里 中东政策开始被置于了次要的位置 但是这一切在90年的8月初发生了变化 萨达姆入侵了科威特 所有的政府人员其实都低估了萨达姆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 在与伊朗的八年战争中 他其实把这个伊拉克自己的经济给毁掉了 城市建设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了 另外他还产生了100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 造成了50万伊拉克人死亡 而这时候科威特和沙特并没有兴趣跟着说 我把你的债务给注销了 或者我提高油价让大家都能够挣点钱 尽管萨达姆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黯淡的经济前景 会让伊拉克人产生不满 于是呢他就在这个地区啊 现在美国不再重视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趋势 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他把自己呢打扮成一个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然后呢他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啊 表现出他是一个对抗波斯神权的捍卫者 也就是说跟伊朗斗争的一个前沿领导人 而现在呢这个阿拉伯人啊 都在受着腐败统治者的压迫 他是要把阿拉伯革命呢进一步 应该说他自己啊使劲在说的是 这些阿拉伯的领导人都是听命于美国人的 而且对以色列太软弱了 此外呢他也觉得啊 冷战结束意味着呢 华盛顿干预中东的机会也在减少 只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 警告那些阿拉伯人 他就能够生存下来 这时候美国的阿拉伯伙伴 就对萨达姆的看法呢 有了一种错误的判断 当时的穆巴拉克呀和这个侯赛英国王啊 还有那个法赫德国王就沙特那国王啊 都曾经鼓励这个布什跟伊拉克啊进行谈判接触 哎完了呢这个别闹事 随着这个两一战争的结束啊 他们也认为呢萨达姆啊自然而然的会把注意力啊 转向自己的国内 恢复他的建设呀和现代化 伊拉克啊这时候他们觉得就是对抗伊朗革命的一个 呃前沿阵地或者是保里 应该说呢一个复杂的邻国啊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面临最主要的威胁 布什啊在自己上任的第一年啊 其实也谨慎的在跟巴格达探讨着各种的可能性和接触 被美国还给伊拉克啊提供什么粮食采购的这些啊 进行信贷担保 而贝克呢也去会见了他的伊拉克的那个同行 就是那个特别牛逼的那个阿奇兹啊 但是到了90年的春天 这个国务卿开始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特别是在这个萨达姆啊 说他要威胁着说要烧死整个以色列 这种谩骂性的这种演讲 罗斯呢也告诉这个贝克啊 他认为萨达姆啊能够成为一个合作的伙伴 简直就是一个痴心妄想 与此同时呢萨达姆重新提出啊 要把这个跟科威特的这个边境争端啊 一直以来都有啊 他要解决的 而且呢他也指控呢 就是科威特发动了经济战 到了夏天的时候啊 他就在这个科威特的边境集结起了大量的军队 科威特啊其实对这个萨达姆的诱惑力啊 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他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 几乎是伊拉克的一半 凭借着他的优秀的油田啊 萨达姆其实可以控制全球10%以上的这个石油供应 而且呢如果啊他把那个科威特给吞并了以后 他的那些战争债务也能够抵消掉了 风险呢让他来讲呢似乎并不大 因为这个科威特的军队啊简直是不值一提 穆巴拉克和其他的阿拉伯领导人啊 在这个时候啊还在向布什继续的保证 说这家伙就是虚伤声势 你甭怕他他打不了 而且呢都想啊在这个跟科威特的这个边境争的谈判中啊 他就是想啊萨达姆就是想把自己的处境啊 稍微的改变一下解决一下他国内的矛盾 到了7月25号啊 萨达姆突然出人意料的召见了美国大使 就这个格拉斯皮 这大使呢还在那重申美国的政策 说我们啊在你们这个争端上 我们持中立 不持任何的这个态度 而且呢就是我们希望你们最好是和平解决立场 这么的 这不是 这不就是 这简直是胡闹啊 你不表明立场那就是立场 后来这个大使啊 在给华盛顿的这个电报中啊 也总结说 说美国啊 其实已经引起了萨达姆的这个注意了 他已经承诺了说啊 他们很快就会跟科威特展开谈判了 这个大使啊后来在全世界都受到广泛的批评 因为呢就是他对这个萨达姆的这个评估啊 还有后边他要使用武力发动战争 简直就是一个瞎子 也就是说他没有做出正确的预判 这等于是一个大使的失职 而伯恩斯认为啊 这些指责都是不是很公平的 因为啊 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萨达姆会那么的丧心病狂 或者说就是呃 痴心妄想的 或者说呃 不 不知好歹的 就发动全面入侵 有点像现在普京打那个乌克兰啊 就是他在这个局势预判上 脑子晕了 不时呢是在7月28号给这个萨达姆呢写了封信 语言和内容上啊 其实比这个大使啊也强硬不了多少 也是属于那个就是商量着来的 这下让萨达姆啊更加的毫不畏惧了 于是8月2号直接派军队就跨过了边境 进入了科威特 两天就把这个国家整个就占领了 然后就直接宣布 他就是我的第19个省了 在这个他入侵的前一天啊 贝克他们呢就去到了苏联 西伯利亚 见到了当时的那个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他跟这个老谢呢就把这个关于伊拉克的这个军事集结在边境上的这事啊就说了 觉得啊危险了 有点像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现在的谁来了 那个现在的美国总统 啊那个警告这个 乌克兰啊什么到处在那发信息啊 也就是说他表达了自己越来越多的担忧 但是啊老谢跟那些阿拉伯的领导人啊一模一样 觉得啊 根本不可能 对这个担忧一点都不屑一顾 这时候呢贝克就 见完他呀就飞到蒙古去了 这因为都事先都安排好啊 预定的那个国事访问 结果呢等于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时候 他正好在蒙古呢 他们的团队里边那个罗斯啊就赶紧说 去莫斯科吧 赶紧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谴责这个萨达姆的侵略行为 因为啊这种联合声明啊 要比很多的这种外交影响力啊 要更有利一些 而且啊其实也通过这种方式呢 也表明了我们美苏现在就是战略伙伴了 那这种关系就能够向全世界展示啊 我们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于是呢也就是在入侵开始不到24小时 8月3号老谢和贝克 一起就站在苏联的这个首都机场上 直接就在这上面就谴责这次的侵略 贝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啊 就给了一个标题 说这一刻啊就确定了冷战是真的结束了 8月4号啊他们这个管这个政治叫什么决策小组吧 就又写了一个分析利害关系的一个报告 主题呢就是冷战后的第一次危机 他们认为呢萨达姆啊是觉得你这冷散结束了啊 你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你的基本战略已经改变了 另外呢你在这个西南地区这种竞争啊什么的已经开始减少 都开始先光想着啊怎么能够维护这个冷战联盟啊 发展自己的经济去 所以呢他觉得啊 你们这些人都不会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我这边 你们那边的那个什么东欧啊各方面的啊 那些冲突 你们因为长期的你们的对立啊 你们的成本现在都属于崩溃状态 萨达姆这时候的想法就有点像十年前的霍梅尼 觉得呢你美国现在在中东的这个神话 其实已经破灭了 你的实际能力根本就没有 而面对着如果啊真正要打起来 你这个成本你承受不起 因为毕竟你这个石油啊各方面 一下子这个中东这个油桶子就爆了 在他们这个分析文件里啊 萨达姆还寄希望于呢 他认为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态度和政治 基本趋势啊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你在这个东欧的这种变革当中啊 让很多的这个阿拉伯的知识分子 其实是兴奋不已的 再加上呢现在的石油啊 这个收入时好时坏的 各种的挫败感和这个城市化进程啊 让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和民族主义啊 提供了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众基础 萨达姆啊就是吸引了那些激进分子来支持他 而他觉得呢他就是那些激进分子的一个 呃象征目标呃象征形象 被广泛的群众是认可的 所有这些啊 他们都是要把这个 我们自己产生的这种经济问题呀 和这些矛盾啊 所有问题都归绝于是你美国搞的 萨达姆的算盘是什么呢 就是 哎 我 你们就怕这个 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些国家里啊 发生内部叛乱 所以呢 你对我这儿啊 不会过多的干预 美国的处方必须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小组就建议必须直接了当 而且必须赶紧保卫沙特 把这个扭转啊 这个侵略战争啊 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 于是两周以后呢 伯恩斯他们啊 又提交了第二份更加详细的备忘录 强调呢 就是鉴于这个海湾地区现在所有的利害关系 美国已经不能够光满足于你撤出这个科威特 或者是维护这个科威特的合法政府的这个结果了 首先我要对你的这个萨达姆伊拉特 我要进行更加的这种多边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采取一些持续性的遏制计划 让你以后啊 再也不能够对科威特形成威胁 另外呢就是像这个伊朗妥协啊 你造成的那些后果啊 你依然没法摆脱 你别加起来 我要让你更加的不好受 在这个报告里他们还说 如果萨达姆不退缩的话啊 那么我们就需要赶紧的 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我们的外交赶紧都要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 如果说啊呃非军事的这种选择全部 手段都用光了还是没有效果 那么在国际支持的情况下 美国军事行动就是至关重要了 再一个呢 这个文件也强调了 就是现在的困境是给我们美国留下的时间并不多了 你在这个萨达姆啊 挑拨这个国际共识中啊 他在里边不断的侵蚀 最后如果我们不赶紧行动 可能我们就失去最好的机遇 而国际形势或者尤其是阿拉伯那边自己就分裂了 因为这阿拉伯国家啊 一直就不怎么团结 布什于是呢 在这个萨达姆入侵以后 不久不是向那个媒体发表了那个声明了吗 就是已经说了 我们美国的底线就是 你对科威特的这个占领 我们绝不认可 切尼这时候啊 就赶紧飞往了沙特 在那儿呢 他宣布我们要保卫沙特 而且呢 这个行动我们起名叫沙漠之盾 鲍威尔啊 和他的那个战地指挥官啊 叫什么来着 施瓦兹科普 这个将军他们俩一起呢 就开始在 美国的这个部队啊 就开始在这个中东的地区 进行部署啊 进行调动了 另外呢 他们这个政策小组啊 也开始推动这个战略 实施的这个推动 贝克部长啊 和那个他们的政策执行官啊 这几个人啊 什么切尼鲍威尔啊 一块协调 要开始找各个方面的国际关系啊 建立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 主要是呢 就是寻求财政支持和军事支持 另外呢 就是要针对这个伊拉克 进行经济制裁 建立一个最强大的外交联盟 在联合国啊 这个美国的那个 匹克林大使 也启动了一系列的安理会的 这个会议 并发表了一系列的决议 首先呢 就是谴责你的侵略 然后呢 就是这个经济制裁 这个经济制裁的规模啊 是空前的 从来 这个联合国没这么拥 完了呢 另外呢 就是把伊拉克啊 几乎所有的出口 和他的这个 从外边能拿到的 这个收入来源 全部都切断了 也因为他单调啊 所以特别好切 伯恩斯啊 是跟着这个贝克 在9月份的时候 去参加的那叫西碑任务 这个西碑任务啊 等于他们在11天之内 访问了9个国家 最后呢 拿到了差不多超过500美元的捐款 基本上啊 就是美国后边打的仗 全部费用能够涵盖 没问题了 贝克的风格啊 是属于那种不苟言孝 完了呢 他自己啊 明确的很 所有的清单啊 他列了一个 什么在这儿的这个军事啊 部署啊 哪些捐款啊 需要啊 而且呢 他要给这个些捐款的人 告诉你 我在这儿 不军 我要怎么打呀 怎么弄啊 你这些钱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呢 我告诉你 我们美国 绝对对你是有保证的 这种东西啊 就对那种什么 那个 沙特那样的啊 就是典型的那种阿拉伯人 过去啊 就永远跟你啊 就是含糊其词 模模糊糊 永远的就是 独独闪闪 就 老是啊 就是你跟他谈起判来 费死劲了 这一次啊 估计给沙特也吓了 直接就跟他说 你想要什么 我全给你 你甭跟我谈了 什么多少钱 后续还缺吗 找我 真吓坏 在沙特这时候 不是科威特的人 那个总统啊 什么艾密尔啊 加里人啊 政府官员 全都躲到沙特去了嘛 而这时候同时啊 这个土耳其 也立刻关闭了 这个伊拉克的 那个石油管道了 因为伊拉克是主要 靠石油管道 直接就到欧洲去了 只有伊朗是通过 那个邮轮满处乱走的 所以他对那个海湾 其实依赖是不大的 他对这个石油管道 是依赖的 这就有点像 现在的那个 乌克兰的那管道啊 太像了 埃及这时候的 那个穆巴拉克总统啊 也承诺了 说我啊 派我部队 加入你这个联合国军 虽然说这埃及的部队啊 军事价值 在美国人一看 你还不是不来呢 一点都可以说 处于一个忽略不计的状态 但是这个象征 意义是大的 就是什么呀 我阿拉伯这个国家世界 我来支持你了 我跟你美国军队 我是并肩作战的吧 那就等于站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意义确实太大 所以这穆巴拉克 后来被弄下来啊 现在好多的那个埃及人 折腾了一流沟啊 现在都说后悔了 贝克此行啊 还访问了大马士革 开始了一个 于1971年以来啊 就一直在那儿当总统的 那个阿萨德 哎 也进行了接触 阿萨德呀 是一个 怎么说呢 应该是独裁者 但是那个叙利亚 你不独裁 我告诉你 真不行 咱说句实话啊 这阿萨德跟这萨达姆啊 那可是死对头 哇 他尤其是对美国 你的军事力量 在这个中东地区啊 那是绝对相信的呀 所以啊 一看你美国 现在表态这么坚决啊 直接一看 那边埃及都加入了 直接也说 我也愿意 举权发誓 尤其是啊 这个 我估计这个阿萨德一想 萨达姆以后那惨样 我天 心都乐开了花 而在德国波恩呢 这时候啊 其实在统一这方面啊 美国这么大的支持 政治上啊 尤其是各种的财政 那时候也在帮忙 所以一直觉得 欠着美国一大笔钱 一大笔钱 那么呢 这时候呢 也马上说 财政支持 我也愿意 贝克跟布什呢 这时候一起啊 又在赫尔辛金 跟这个戈尔巴乔夫 又举行了 另外一次的 这个领导人的峰会 这个戈尔巴乔夫呢 这时候啊 已经被这个反对派啊 逼得这个路都找不着了 你知道吗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所以他特别希望啊 利用跟布什的这种关系啊 来保持一个外交上 你看我还把苏联的这个国际威望 弄得那么好呢 你看他们那么重视我们 不过这个啊 真的不能说了 美国拉着他 苏联在中东的威望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的关系啊 其实比美国牛逼多了 11月份啊 伯恩斯呢 就陪着这个贝克尔进行了一次 更长时间的急行军 这回呢 是访问了差不多三大洲 12个国家 花了大概18天 这够急的啊 差不多一个国家 一天多一点 一半路 路上还花了一半时间呢 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想在这个安理会上 要录出一个决议嘛 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 这个决议是干嘛呢 就是要对萨达姆 进行军事打击了 这一次啊 他们就乘坐的是 那个约翰逊的空军一号 哎呀 那个紧张的体验啊 是这个伯恩斯这辈子都没见过 因为战争要开始了 贝克啊 在这个飞机前部啊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小小的私人空间 其实也就是一张小桌子 还一沙发 那沙发啊 那个空间小的 就是你连一个伸展 那个身体的那个空间都没有 而其他的 他们这个跟随的这些人员啊 都是坐在一个旁边的 那个机舱里边 就是一个马蹄形的 一个沙发而已 完了中间一个大桌子 大家就在上面 各种文件啊什么的啊 只不过这个沙发呢 就是稍微大号一点 舒服一点而已 这飞行节奏啊 简直快的不行 就是每次啊 你跟这个贝克啊 进行商讨的时候都是 差不多内容 就是我们刚刚 在这个国家 这一战发生的事情 大概简略的回顾一遍 哎 我们拿到了什么啊 给人家商讨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呢 又为下一站 我们要去的这个国家 嗯 制定计划 要点 谈论要点 拿到 需要拿到什么样的支持啊 总结是这些东西 而其余的这个 飞行时间呢 所有人全是给华盛顿的各个部门打电话 各个主要人物打电话 准备呢 就是大家都要知道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方了 要通报啊 你要不然的话 这国务院不支持 你也干不下去啊 再一个呢 就是为贝克起草各种的简短的报告 让他交给这个布什总统 应该说啊 这18天几乎就没怎么好好睡过觉 好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